大家好,我是下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家乡的味道 湖南白辣椒 两种做法供大家参考 这里准备了15斤的本地辣椒 6块钱一斤 口感上面的话是最好吃的 冲洗一下,放到开水锅里面 烫5-6秒钟 烫变色就可以捞出来 趁热摊开 放到太阳底下,晒一天左右 中途记得翻面 全部塞到这种白色的就可以了 里面会有一些水器 需要用剪刀剪开 再摊开 放到太阳底下,晒两个小时左右 这种又小又皱的 就是嫩辣椒,辣度不高 可以留个小朋友 反正我小时候就是专挑这种来吃 用盐抓均匀 放进密封袋里面,密封储存 这里剪开的分成两份 这一份摊开,继续晒一天 这一份,里面加一点点盐 我们做成适合夏天吃的酸辣椒 用手抓拌均匀 变软以后,可以放到密封罐里面 中途需要压紧,避免进入空气 盖上盖子,盐子3-5天就会变酸 另外一份呢,也已经晒成这种白辣椒皮 它的好处的话呢,是可以存放一年之久 但是售价的话呢,也是高达100多块钱一斤哦 不同的处理方式 先冲了两种独特的口味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? 夏天我肯定是偏向于酸辣椒 它的口感脆爽,适合炒菜 腊肉炒香以后加入白辣椒 翻炒2-3分钟 你入鱼圈料酒,聚心增香 出锅之前,撒入蒜段 这样一道农家的白辣椒炒腊肉就做好了 真的非常的香哦 接着火锅汤底煮熟后再加入炒鱼 放上白辣椒干 盖上盖子,焖煮10分钟 这样一道家常菜,白辣椒焖鱼就做好了 煮到最后有惊喜哦 它是越煮越香,当然也是越煮越辣 适合冬天的各种火锅 家里如果有辣椒吃不完 一定要试一下这种做法 真的超级好吃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哦